那盘棋你虽然赢了 却不知道是他让了你吗 他为什么要让我呢 你是指知己而不知彼啊 知己而不知彼 他不但是当今的盘棋 是当天下最好的棋手 也是当今天下最有贤德的人 他连到手的王位都可以让给兄长 又怎么会同一个后生去争一盘棋局的输赢呢 难道他就是 他就是吴国的君子济渣大人 他的父亲是吴王寿梦 寿梦王有四位公子 他是老四 却最有贤德 吴国是蛮夷之地 做事一般不依周理行事 因此寿梦王想把王位传给他 可济渣是一个非常懂礼的人 他知道吴国想要立足于天下 必须按天下的礼法来治理国家 父王费长立少 实行了父子私情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他便离开了王城 到郊野种田 学习礼乐和博弈之道 他把王位让给了大哥朱凡 朱凡王死后 他把王位让给了二哥 二哥死后让给了三哥 由于他的亲身教化 吴国内政大志 国富兵强 现在居然可以和楚国相抗衡了 真是谦谦君子 国之珍宝啊 你是个有作为的后生 不该总是做什么生意 我进国就缺少你这样的人呢 这样吧 你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读书写书 把写下来的竹简 放在我这书屋里 总比你的客栈要方便些 给我看 什么 divide scattered努力 我不是 我不是 我 你 爹 ц 我愛你 谁 我会买 你今天起的可真早啊 我想看你舞剑 今天你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 我这人啊 从来不照亮 我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我父亲是陈国的一个狐狸官 临死的时候 就做主把我嫁给了一个蔡国的世人 后来 楚王杀死了蔡国的君王 还杀死了七十多位世人 我丈夫就带我逃出了蔡国 那天晚上天很黑 车也不敢停 他对我说 你自己逃命去吧 我不肯 可他说 我带着个女人跑 别人会说 瞧这个世人 不能为国家和君王去世 只知道带着自己的女人逃命 哪个国家还会收留我呢 我死活不敢离开他 真是害怕 后来 他一把把我推下了车 自己走了 对异者要想不败 必须追随造化和运转 世人所用的棋盘 都是十三路的棋盘 因为一年十二个月 加上润月 这十三就是天数了 其实不然 棋局的变化 如同天地的变化 天有日月阴阳 棋有黑白二字 年有四季 这棋盘 有中原和四角 如果加上四季之数 这棋盘 就应该成为十七路了 这么大的棋盘 如果再加上阴阳之数 这棋盘 你看 就变成十九路了 十九路 这一纵 一横 就是一个阴阳的变化 可算一日 这盘上 共有三百六十一点 可算三百六十一日 就是一年 正是天数所在 我日常 就在这方大的棋盘上 演化棋局的 怪不得 算路这么深 长青 长青 苏武呢 吃了饭又出去了 去哪儿了 说是去找那个吴国的邪人 哎呀 他准备是又去下棋了 那尸口两次货得有人守着呀 那我去 这货 哎呀 那你快去 我吃了饭就去接替你啊 哎 尸口 那边那边 对异之道 必须在天地间的大棋盘上 求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 都在一个辫子 阴阳转化 日月轮回 四季更替 五行循环 生生死死 都有一个辫子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这些 只需用黑白二子 便会演化出无穷无尽的棋局 才能求得对异之道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对异之道呢 求胜者不胜 为什么求胜者 反而会不胜呢 笨人才强求必胜 聪明人则顺应天地变化 而求自保不死 只有自保不死 则敌人必败 今天都要把我急死了 平阳的那批货只到了一半 找你也不知道你去哪了 多亏英归帮了我一把 笑 你还笑 狙击兄 你知道 上回和我们下棋的那位高手 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 凡住在靖国的宾馆里 总是个不畏生计发愁的闲人 你以为我都是买卖人 我不会永远做买卖 好了不说了 明天我要去平阳看看那批货 过两天施行还要来 你照顾他一些买卖 我怕十天半月回不来 你放心去就是了 那位高手 可是吴国的闲人 几扎大人 这是我刚写完的第一篇记 请贤大人赐教 记忆篇 好 凡是兵家谋略 最先出自计算之道 开篇写记忆 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书与大夫刚才指教说 不该这样开篇 哦 你来听 兵者 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 不查也 好 好 如此开篇 文气雄阔 除了齐国的兵家 谁能写得出来 兵书嘛 自然是写给将军们看的 这里面 就必须有些切实可用的东西 比如 我就想看你写地 地势有几种 军事有几种 地形有几种 军行有几种 将军带兵打仗 必须懂这些 大人提示极事 后生随后就想写 作战篇 谋工篇 行篇 事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辩等各篇 好 你就安心留在晋国 住在我这里写吧 一切用度 你都不要操心 后生谢过大人 给 你看看 这个白戒 行不行 这件好用 背着吧 我的冰家 现在如何了 疏于大夫 大人 这位是 我买的仆人 事多的时候 就叫他来伺候 冰家所用的女仆 竟是一派风流啊 长青 你孤身在外 遇到这么好的美人 为什么不收作妾室啊 这 你若不收 那我就收了他吧 免得耽误了美人的年华 这个 大人 大人莫快下气 下气不敢 长青 如何 美人 钟情于你 尤 尹贵 把所有写完的地形 拿给大人看 是 对 对 写的新篇 快拿给我看看 大人 大人 地形篇 好 这个篇并很好 这段还啰嗦了些 兵书是写给将军们看的 照这样写下去 就得写挤车的书简 将军们行军作战 携带极不方便 我看 还得写得精简点 书与大人 书相大人叫你去 知道了 我就来 这篇地形 我回头再看看 啊 唱青啊 你再想想 如果愿意 我就收他为妾室 我可以出三倍的钱币 啊 他这是随后说说的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 我不许他招惹你 哎 孙武的兵书写的如何了 哦 已经有计 谋功 作战 军争 地形武篇了 他写完以后 你打算 怎么办 隔了他的舌头 断了他的手指 总之 使他不能传授兵法纠成 在静国 六清八大府里 还有谁知道 孙武 在我们杨舍家 怕只有 含起大夫一个人 不过 孙武是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不会有人知道他 就是有人问起来 只要说 不知去向 我看 没有一个人 会认真查访这件事情吧 必须保证兵书到手 其他的都好说 是 其实 我并非是什么闲人 当初父王去世的时候 我还年轻 只喜欢礼乐 还有对异 于是 他们就说我有贤能 让我继承王位 其实 我不想继承王位 只想避开是非 寻找自己的乐土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归隐于乡间大山 保识终日 无所用心 演化棋局 是我当时最大的乐趣 大人找到了 所有寻找的乐土了吗 我以为找到了 可是过了不久 我又不安了 这个世道 强生的国家 总要欺凌弱小的国家 我吴国 面临中原强大的诸侯国 要想生存 必须强大起来 我想为我兄长 统领的吴国 尽心尽力 那么 大人来进国 你很聪明 我利用我贤者的虚名 周游列国 与他们的亲大夫 清坦礼乐 逛交朋友 争取他们 对吴国的帮助 这样说来 大人也并不像世人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于世无争的人了 这个世上 不争 则亡 如果我要做将军 去哪个国家好呢 作为吴国人 我希望吴国有天下最好的将军 我有一种预感 你是一个有可能 在吴国成就大功的人 当今天下 齐国和晋国的国政 都渐渐落到亲大夫手中 内乱不止 祸乱风起 楚国虽大 王室内争煞不休 楚平王夺子之妻 逼走太子剑 国势越来越衰弱 秦国 所对中原诸侯鞭长莫及 唯有我们吴国国政清明 更无大族争斗之患 这 不是个有作为的国家吗 你是吴国人 当然要替吴国说话了 那当然 很久没有这样痛快的说话了 我喜欢你 我也很敬重大人 我明天就要回吴国了 知道你很喜欢读书 这是送给你的 谢大人 周易 还有老子的道德经 不读老子道德经五千言 难知兵刑 送我 拜谢大人 你不读老子 银龟 银龟 又在刷马 银龟 用不着天天刷 天天刷爽不快 那好 我来 你歇会儿 来 爹睡了衣裳 我来 银龟 又在刷马 那位诗行朋友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你把那么多财物交给他 也不怕他卷跑了一去不归吗 亏你还是读兵书的 兵书上说 利而幼稚 我这有大的利 害怕他不回来找我 利而幼稚 看来丁家有时候不一定比商人更高明 我们俩离开楚国三年多了 也不知道子徐兄怎么样了 楚平王武道 我真替他担心 你等我换你 大王 好 好 这鼻子 嘴 多像寡人 有楚国人之雄风 这眉眼 这眉眼 倒是像你 有秦国人之交往 好 便宜 一个如此招人疼爱的小公子 大王 他担心 他担你疼爱吗 谁见了真儿 能不疼爱啊 大王若是疼爱真儿 为什么不立他为太子 大王说过要立真儿为太子的 大王 夏妾跟随大王已经三年了 知道大王怕什么 你不要瞎说 你以为太子监在城府会怎么样 他能忍受你当初抢走我吗 他能忍受你把他赶到边境上一去就是三年吗 三年前他是个孩子 现在他长大了 你想说什么 少师 在 你进来 是 夫妻拜见大王 不是叫你去城府看望太子了吗 你怎么就回来了 你书里大王听 是 这次下沉一到城府就叫太子给捆上了 太子问我是不是大王要废了他立公子真为太子 我说没这事 可他不信 武奢太师也说我欺骗他们 他们还说 与晋国已经约好 以城府一万人为内应 攻打楚国 谋杀大王 事成之后 太子 太子做楚国 太子还应允 每年要给进国三百乘车的供奉呢 哦 竟有此事 那 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下沉无奈 只好假意答应与他们共谋 先回来做准备 为他们攻打隐城 在宫中坐内奸 这样下沉再逃回来了 什么 竟敢楼反 你去哪 不本要大王立真而为太子 可大王一再犹豫 如今太子真的要谋反 我又不忍心让大王诛杀太子 太子和真儿 反正在楚国已经是势不两立 我还是带着真儿早些回秦国逃命的好 好了 好了 不要说了 寡人必至其罪 太师无奢拜见大王 太师 你知道寡人为何火速将你从城府召回来吗 下沉不知啊 你不知 我听人说 你与太子密谋造反 与晋国相约 要夺寡人的王位 什么 你看着我干啥 大王都知道 什么是大王都知道 你与太子谋反 少师敢与你当庭对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王 千万要提防小人啊 太子绝没有造反之意 下沉 有一句直言相告 大王暗中 纳娶太子的夫人已经是做错了 如今 一而再再而三的 听信宫中坚定小人的谗言 怀疑自己的骨肉至亲 大王 于心何忍啊 大胆 你虽然是我大楚国三代功臣的后代 也不该如此放肆 寡人内功之事 岂容你信口鞭派 来人 大王息怒 无师家门自辅佐大楚以来 素以中间为物 如今太师在城府交授太子 距王城遥远 太子是否与太师谋反 还请大王查清原委 再做处置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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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师经大王询问 不但不一时禀告 反而深持大王三年前纳去太子夫人之事 可见 太师怨恨大王久矣 必须严加惩治 以尽重臣 拿下 求入大牢 大王 大王 中间不分 下沉实在为你担忧啊 父 因进谏而获罪 大王念我祖上先朝有功 将免为父一死 并命你兄弟二人 速来英都 处公 以表忠臣 你们若来 大王将封官尽绝 若不来而拖延 非但你兄弟二人要获罪 负罪也难赦 兄弟 这是父亲的手术 我们赶紧回英都城吧 兄长 你好糊涂啊 父亲终于出国 大王要他血 他怎么会不从 你看 信上说 如若我们兄弟二人同时回去 不但父亲可以得救 大王还要加封我们 这可信了 这一定是少使肺不及出的奸计 有我兄弟二人回英都 战尽杀绝 万一父亲写在上面的都是真情 这不是失去了解救父亲的唯一机会吗 兄长 你怎么还不明白 太子剑已经逃到了宋国 父亲是他的太师 一定获罪不小 大王是怕我们兄弟造反 闹出乱子 所以才逼父亲 写这封信 有我们兄弟二人回去 如果救不下父亲 能见上一面 也算值得 好 如果兄长非要去 那你就去吧 反正我是不会去送死的 如果有兄长自去 驯父亲下 那我五云 必用复仇来报答父亲 我先去探探 兄长 兄弟 多自珍重 兄长 不是兄弟不孝 如果 我与父亲遇难 你一定要为父兄报仇啊 无缘 继续 什么人 快闪开 我是大楚国的使者 小心捉你个死罪 是我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女子叙 子叙兄 包许兄 子叙兄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那么 你现在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只要哪位诸侯能为我报仇 我就投奔那里 我真想嚼了楚王的肉 撤裂了废物鸡那个混蛋 我要借兵 如果吴子叙 不能报父兄之仇 就没有脸面 立于天地之间 子叙兄 你本来 可以躲过我的 你却拦下了我 把我看作朋友 作为楚臣 我该捉你问罪 但是 作为朋友 我又只能放你走 再说 现在 我也没有看到捉你的王命 姑且为了同僚之遗 行一个方便给你 包续雄之我之恩 自叙永世不亡 不过 我要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你能颠覆楚国 那我就能复兴楚国 来 干一杯作别 你能逃出楚国 这不只是你的福分 也是我们的福分 子达 从楚国出来 先到宋国 可正逢宋国闹乱子 待不住 又只好投奔郑国 可正国是楚国的蜀国 正国的国君 总是害怕楚国 表面上 对太子周到的很 可暗地里 却派人看着我们 太子问他戒兵 他总是回避 不肯答应 夫人不必过于悲伤 既然太子和我 都已经逃了出来 总有灭掉昏王 光复楚国的那一天 将来 太子和公孙盛 都是我的君王 楚国 有你这样慷慨忠诚之人 楚国定能兴旺 夫人过奖了 但不知 太子现在如何打算 太子是想 投奔晋国 因为唯有晋国 才是楚国的对头 太子如果这样打算 那就应该早日离开郑国 不然郑国国军万一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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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人 怎么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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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快逃命吧 太子已被郑国 杀死了 什么 太子被 郑国国军 杀 杀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随太子 到郑国国军月室听琴 郑伯却不让听琴 只让喝酒 三分九之后 郑伯突然说 太子要谋反 谋反 太子不承认 只见几个宫廷甲氏 把太子 摁倒在地 用乱剑 刺死了 吴大人 夫人 赶快带着小公子 逃命 去吧 夫人 赶快离开 这已经待不住了 太子这一去 剩下我们母子 该怎么办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再哭就走不脱了 夫人 快走 快走 吴大人 吴大人 刚才 你说 圣儿就是你的君王 只要公子坐上王位 就是我的君王 那好 圣儿 就是你的了 你就是他的太师 他的令营 他的父亲 夫人 拜托 夫人 母亲 母亲 母亲